今日为大家导读星云大师的佛法争议 本套书有三册 第一册 佛法义理 第二册 佛学思想 第三册 佛校常识 佛门行事 总共三百多个主题 大师以各种辟语言说 引经据典将佛教的教理 一致 名相 应用等 直唱佛陀教法 慈悲 智慧 平等的精神 此即是给人欢喜 信心的人间佛教 各位佛光人 各位佛法居士 大家吉祥 今天的主题是四一指 我们一般人都住在烦恼里面 那烦恼来自哪里呢 如果我们住在色身香味触法的六层里面 那我们很容易起烦恼 如果我们住在财 色 明 时 税的五层里面 我们也很容易起烦恼 住在金钱里 金钱被骗了 被倒闭了 股票跌停板 钱财流失了 你住在哪里呢 如果我们住在色里面 人住在爱情里 情爱确实是人生幸福的追求 但是事事无常 情爱会变化 当夫妻离婚了 恋人反爱成仇了 你住在哪里呢 住在民里 人住在民位里 然而树大招风 民大招季 你看每次选举 多少人欢喜的上台 多少人黯然的下台 下台之后 你住在哪里呢 人住在事业里 为了事业 每天忙动忙息 忙得不顾妻子 儿女 忙得不能回家吃晚饭 忙到最后 不但不记得自己有家 甚至忘记了自己的生命安危 住在吃里面 太贪吃 身体会出状况 太贪睡 不运动 身体也会出状况 所以 佛读书 如果我们都住在五一六成 五一六成会蒙蔽我们的心性 不能自在 不能解脱 只有徒增加烦恼而已 那我们要住在哪里呢 当然 佛法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要住在信仰里 住在 佛法里 大师在 迷雾之间的另外一篇文章 我们住在哪里 这篇 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无有法乐 不乐 世俗之乐 这是安住身心 提升自我心灵的良方 能够身心安住 才能圆满生命 才能拥有快乐的人生 所以 人不要住在五一六成里 人 宁可过着清闲自在的人生 千万不要做了金钱的努力 把身心安住在满足中 自然自视其事 自可随缘放矿 自然 安然自在 过生活 学博者 有四个很重要的医治 第一个 医法不医人 二 医治不医事 三 医义不医语 四 医了义不医不了义 医法不医人 什么是法 医法而学 法 就是真理 以真理为依据 凡事按真理而行事 而人呢 之所以不足以为一 因为人的思想 见解更有不同 人有生老病死 时时来去千流 人是根地变化 而法 就是真理 则是更古今而不变 历万劫而长心 所以学到 因医法 不医人 如华言经说 以法为医 以法为旧 以法为规 以法为舍 佛陀 佛陀时代 有一天 一位经常跟佛陀到处 弘法的弟子 对佛陀说 佛陀啊 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老师 佛陀听了这话 丝毫没有露出喜悦之色 反而问弟子 你见过世界上最伟大老师吗 弟子回答 没有 你认识现在活在世界上所有的老师 或未来将出生的所有老师吗 弟子又回答 不认识 那么你说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老师 这句话毫无意义 因为你没有办法知道 您所说的话到底是真 是假 弟子为自己辩白说 我只是想称赞您 因为您的教法这么的高明 佛陀回答 假如您认为我的教法对你有帮助 那么就请你实践它 请您遵循它 这比称赞我更能使我高兴 佛陀接着问身边的另外一个弟子 他问 如果你要买卖贵中的黄金 没有试验之前 你会付钱吗 当然不付啊 因为万一是假的 那不就白花欲望钱吗 弟子这样子回答佛陀 佛陀继续说道 这就与我所交的是一样的 你们不要认为 我所说的 就一定是正确真实的 你们应该自己去试验我的教室 看看是否真实不期 如果你发现它真实而有用 那么就去实践 不要只是因为尊敬我 才实践我的教室 也不要批评别人所教的 说别人的教法不好 世界上有很多伟大的教师 他们都有帮助别人的办法 因此对他们任何一个人都不可心存 轻蔓 其他的人教的好不好 不是你的事 你的事只是在使自己 离苦得乐 同时帮助别人离苦得乐 有智慧的佛陀都尚是如此的想法 所以大师在这篇文章里面就讲到 他说现在的人啊 有的依神不依佛 有的依师不依佛 有的人依于依说不依佛法 尤其佛教里依人路道的太多 佛弟子对大德敬重 这当然很重要 最初依人学法 也不能否定这个过程 但是真理最后要依法不依人 佛陀本身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要注重依法不依人 其意义最为正确 第二 医治不依室 我们凡夫我们一般的人 如何认识这世间 在维师学家 他就说了 他说我们用事来认识世间 所谓的事 有言耳鼻舌生意事 加上第七莫娜 及第八的欧赖仪事 而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用这样子来认识这个世间 事虽然是生命的根本 但是生活中的事 是分别的意识 里面有很多的差异 杂乱 等于一张过分的五彩图画 已经分不清楚题 也如一个女人 浓中厌抹 已分不清 细腻的气质了 而智慧就是玻瑞 所谓大圆尽致 你是什么样子 就还给你一个本来面目 所以我们倡导 医治不医事 第三个 医义不医语 全世界的各种语言 不止百种之多 但哪一种语言 才是佛法呢 其实语言只是一种符号 不值得说我 医英文 医法文 医日文 医华文 最重要的 不管哪种语言 都是用来诠释 佛法义理的 我们最终 还是要意义不医语 也就是要医各种的道理 跟意义 比方说 因果 缘起 佛信 三法印 四圣地 不论用什么语言阐述它 它都是佛陀亲口说出 意义都同一个 南北传的佛教也好 原始 现代的佛教也好 真理 真意是不会改变 语言只是工具 如彪月之指 当你得月时 要望止 不能 不医义 不医语 第四 医了意 不医 不了意 那什么叫了意 就是究竟 绝对的真理 它是解脱到 能够让我们 自心解脱的 不了意 就是各种方便 不究竟的方法 我们称它叫做方便道 佛法在佛事的时候 也有接引众生的方便法 我们承认方便的重要 但是这些方便 等于是小学 中学的程度 还不够高 只能用这种 简单的道理 来接引它 给它利益 给它欢喜 而换句话说 佛法有了意 不了意 不了意是方便道 了意才是究竟的解脱道 所谓波瑞是解脱道 菩提心是解脱道 这许多佛法修行的究竟目标 就是让人解脱烦恼 离苦得乐 而万种的方便 归根究竟 就是人生要喜悦 要解脱 要超越 要让每一个众生 都能够得度 和我佛如来 同样的把精神 心胸 扩大到虚宫 那才是真正的 佛心佛意 一位佛弟子 如果依此四一指 作为我们学佛 跟信仰的准则 那就是标准的佛教徒 所以我们要 依法不依人 依智不依事 依义不依语 依了义不依不了义 感谢大家的聆听 如有疑问 请于影片下方留言 祝福大家六十吉祥 深入金帐 智慧如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